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后半端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明台三节的一个画展 这个画展目前正在国立历史博物馆展出 而且要展到2月23号 在年假的时候跟很长的一段时间 您都可以来观赏 那么明台三节包括哪三节呢 是于成瑶先生 沈耀初先生跟郑善喜老师 这个国宝级的水墨画家的组合 郑善喜老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非常谢谢郑老师 郑老师您早 谢谢 老师这个已经高龄80岁了 身体非常健康 很有才情 他19岁就从福建的张州来到台湾 那他刚才说他讲话有福建的口音 那当然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口音 郑老师谢谢您到现场来 等一下我们来请您谈一谈您的这个作画的经历 跟为什么要安排 再跟两位朋友于成瑶沈耀初老师 一起来策展 那于成瑶跟沈耀初两位先生已经 这个是过世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年事其实都已高 那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还请到了策展单位的林苏联小姐 这个林小姐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三位 所谓的闽台三姐 然后你怎么把他们都这个凑在一起 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这个做了这样的一个水墨画的展览 他们的作品有哪些特色 好 现场所有的听众大家早 谢谢 那个闽台三姐呢 第一位是于成瑶 那于成瑶本身是那个 他们上位大艺术家都是从福建来台湾的 那因为福建呢 简称明 那台湾他们都是 艺术都是在台湾这块土地 那幻展出来的 他们三个人都是福建人 对 于成瑶 这个人位于成先起后的成瑶 顺的瑶 对 沈药出 这个三点水沈 光药的药出是这个初始的出 刚开始那个出 那郑老师是郑成功的郑善喜 这个他们在国画水墨画界是 善良的善喜是这个一个是这边在喜 宫和心洗的喜 那善未其实在我们的国画的水墨 这个画坛界是已经是赫赫有名了 对不对 那他们三位全部都是张州人吗 郑老师是张州 龙熙 那余成瑶呢 他是他不是张州 他是在那个永春 那沈药出是赵安人 都是福建人 所以他们三位就说都跟台湾也有关系 所以就这个 叫闽台三杰 闽台三杰 哇 这个可是这个台湾跟这个福建的光荣吗 对 那他们三位的画作有什么样共同的特色 他们的这个展出的包括哪些作品呢 他们三个人都有各自很不同的面貌 风格 那在台湾发展出 非常有个人特色 然后艺术的成就都非常的高 很值得大家去欣赏 也让人家看了以后会非常敬佩 会赞叹这三位大艺术家 他们的水梦画作品的最大的这个展现的风格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那首先介绍于成瑶 因为于成瑶本身呢 他不是专业科班的艺术家 那他来台湾以后退休以后 他就没事嘛 那他就画画 他的画画都是他自己领悟的 他用他的一笔一笔慢慢堆叠出来的 那他不是科班 但是他画出来的风格 有很像写生写实的 画了很多他记忆中的家乡的景色 那沈耀处的部分 就是他画的比较 他是科班的 然后他画的作品呢 比较有金石味的线条 比较线条方面的金石味的 然后有他个人的特色风貌 那跟郑老师也不一样 那郑老师的 郑老师是科班的 那是世大美术系毕业 他是科班的 所以老师技能写生 又能画 又能画线条 对 他无所不能画 他无所不能录画 是 郑老师请教您 您19岁 从福建来到台湾吗 那个时候就已经读 开始做画了吗 学习绘画了吗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那么图图学学 而且的话呢 重要的是还从小呢 是我父亲呢 就很重视来指导我 因为我是父亲最小的孩子 而且的话我父亲生我的话呢 已经大概是五十上下了 哦 老年得子 那么那么他呢 恐怕这个孩子教不上来 所以很认真地教我 他恐怕呢这样子 他看不到我这个学业的完成 所以他呢这样子从小就抓住我的所要念字 那么而且的话呢 那么送我到师叔呢 去拜老师 读文言文呢 那个样子 那个时候 那么都还有千金的秀才 在教这个阿汉学 那么我呢这样子都得要去 那边呢 那么背书呢 背个父亲听 那我父亲呢 如果读错了 都要瞧我的头啊 那样子的 那个肚子很严 那么而且的话呢 我也不厌弃 他从小抓住我的手来写字 那么我的手很小 小孩子的手 那他大人的手呢 那么抓住我的手 是他在写字 也不是我在写 然后呢 那但是呢 这个因为父亲的爱心 我也不会就要背去 我孩子拐宝宝 听父亲的教训 那么要紧的是 我父亲呢 后来叫一个画师呢 那个江西的画家 叫做 这个林峰南 那个画师呢 就画公笔画 画得很仔细 尤其是画呢 民间的这些崇拜的偶像 那个官公啊 官阴啊 都在我家里的 那样子店里 我那个时候 父亲是开商行的 那店里特别一个房间 给他画画 那许多人呢 来求呢 他的画 而且他还会画肖像画 那么我父亲呢 是特别呢 叫他画一张 那么样子的 他老年家 坐在呢 台子的旁边呢 喝茶呢 那么样子的 旁边就站着个小孩 就是我 就是你 那么哪座书呢 人家站在他旁边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呢 父亲呢 导师这样子的 特别爱护我 这个小孩子 那个时候 那老师就有开始 教你画画了吗 没有啊 我是看那个画师 在画画 那么那个画师呢 就叫我站在那边 给他画嘛 那么父亲目的呢 就是说 他将来呢 老去呢 不见了这个孩子的话 孩子看到那张画 知道要哪个书 要去读书了 所以这个扣子图那张 对我这样子的 启发很大 而且的话 看到他桌子上呢 一碗一碗的颜料 那么样子填写在 这个板子上的那个画面 我感觉到这色彩很可爱 那形状也很有欲趣 所以我就画画 早就有那个兴趣 那个时候你才几岁啊 那个我也不记得 但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场景记得啦 很清楚 那都六七十年前的事情了耶 老师 是啊 那个很早 而且的话 我也常常呢 那样子的 用这红的这样子 转瓦斯头呢 在墙壁上 以前呢 那小拜的墙壁 可以乱画的 那么我 涂鸦 乱涂一通 那么 后来的话呢 那么 上了学校 那么样子的 有美术课 我对美术课 特别有兴趣 而且表现的这样子的 特异的 在同学中间 总是我画的 哦 原来 画的比较好 是 正老师从小就有这个天分 那您的父亲 十九岁的时候 您一九四九年以后 从呢 福建 张州到了台湾 父亲有一起来吗 父亲死掉了 那个 看战末期的时候 日本占领厦门 那么 我家乡 司马 邻近在厦门 生意不能做呢 那么 老人呢 这样子 我父亲呢 那个要带着一大堆的 这样子 店员 那么 逃空隙 那个负担很重 那么 店虽然不开 但是那些店员 还是照样维持他的生活 是 还带着好几家的这样子 家庭 一大群的 逃到呢 那个零线的常态 沿西那边去 哦 那么 我小的时候 就这样子 在逃警报的 哦 哦 那么 那么 患难中长大的 那商店呢 不能经营 还得这样负担 那么多人的生活 哦 原来您的 所以父亲的负担重 也这个样子 后来 闷闷已重 哦 就是 过去的时候 才65岁 哦 郑老师好快的 这个像画一样的 把他的童年故事 跟作画的经历 就告诉大家了 大笔一挥 几句经典的语言 就说穿了一个 非常深刻的 画家成长的故事 那显然这个 父亲做生意 算是 你们家算是 当时你小时候 算是有钱人家 对不对 马上回来了 我们的 郑善喜老师 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明台三杰 于成瑶 沈耀初 郑善喜 他们都是福建人 来到了台湾 那么现在的这个 国画的水墨画展 展现的是福建 加上台湾的 这种风土 滋润 以及成长的经历 所造就出来的 不一样的画家 我们今天为各位 所介绍的是 正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所展出的 明台三杰的水墨画展 这位三杰 是这个 于成瑶先生 沈耀初先生 跟郑善喜老师 郑善喜老师 在现场 他19岁的时候 从大陆来到台湾 刚才他提到了 小时候的 创作的过程 显然就是天生有财富 后来又读了 师大的美术系 那策展的是 林素莲小姐 在现场 郑老师 我要请教您 您跟那个 于成瑶先生 跟沈耀初先生 是怎么认识的 这个 于成瑶先生 年级最大 我跟他相差的年龄 我相当有距离的 是 三十几岁 望年之交 那么 因为这样子的 我是父亲 最小的儿子 我父亲在他兄弟 他也是最小的弟弟 所以这个年龄 这样子 跟到那个老唐沟的 那种年龄 相差都很多 所以现在呢 那两位呢 这样子 于成瑶先生 都一百多岁了 我现在 都还可以在街里 跟大家谈话 就算是我 因为年龄 比较低一点 谢谢 那么而且呢 两位老先生 当年的话 都已经呢 这样子 有一些往来 因为这个样子 我老唐哥啊 是在乔委会工作 那么样子的 那于成瑶先生 的这个唐兄弟呢 那个于超英啊 就是乔委员 跟我唐哥 同一个办公厅 就这样认识的 那么我唐哥 郑善政 跟到这个于成瑶先生呢 大家呢 很投言的 常常一起去庭兰馆 那么常有接触 是 可能呢 这样子 我比较年龄小 但是我知道 大概呢 在抗战期间 在重庆 于成瑶先生 是这个在 军事委员会 就当时的这样子 蒋委员长呢 是军事委员会 哦 是是 军事委员会 他底下呢 做军风局 视察团的工作 哦 那么就是管军队里头的规矩 风局 风局 有时候要到的 长江的两岸的 过大城市去点名 所以他在长江两岸 走动很多 其实呢 到了晚年他退休 就是画了他所见的风景 那么样子 堆染出来 他无法之法 造成了一种新的表现 所以他呢 这样子很受到呢 那么样子 当代许多呢 这个国话评论的重养 所以 伊兴尧先生就显有大名 那么我 就是因为唐国的关系 就认识了伊兴尧 那当时我 见伊兴尧先生 还不知道他会画画 那时候你 对 原来你不是因为画作人 解释 伊兴尧先生 大概那个时候呢 也不过是五十六十的阶段 那我在师大读书 那么样子 我在师大美术系的话 那个时候又画了一两张画 挂在我堂国的办公厅 那么所以大家对艺术有爱好 那于是呢 所以这个年龄相差一段 还谈得来 就以画会友的意思吗 那么因为唐国的关系呢 那么大家呢 都这样子的 好像万年呢 都与兄弟认交了 那么相差是一大段 是 随着于成耀先生 那沈耀初先生 后来也加入了你们 沈耀初先生 当时的话在台中 我在台中师专呢 那么当助教 那么样子的 常常到表话店去表话 那么沈耀初先生呢 是在雾峰的龙校 那个龙校是出龙的 是初中的这个农业学校 初中农业学校 是啊 所以他呢 在那边 他是教国文的 也不是教画画的 那么常常的到表话店来表话 那么我会欣赏他的画 他也欣赏我的画 就变成好朋友 所以 所以郑老师 我们不好意思 今天时间特别紧迫 那再请教您 在国立历史博物馆 展出你们三位的作品吗 那于成耀先生 沈耀初先生 已经往生了 但他们的作品非常珍贵 那这个您的作品 更是这个 非常的难得 你希望我们的观众 看哪一副 你最喜欢的作品 你觉得哪些作品 要用什么角度来观赏 我画画是随着呢 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教员 我是随着学生的爱好 陪学生画画的 陪学生画画就画那么好 所以三个人不一样 因为我是有良心的老师啊 我自己要跟人家看得起 我自己呢 扣钱要准备的啊 所以学生所学的东西 我比他们学的还更认真 更详细 所以我什么读画 是因为学生的爱好 从小学教到大专 找到研究所 哦是 所以您这个 就说学子无数 学生的到处都是 因为是师大美术系的老师嘛 对不对 毕业做老师 那非常恭喜您有这个展览啊 那这个展览呢 当时是 你们用布袋系做开展 是什么意思啊 布袋系开展 是因为我最近的画 一些布袋系 这个布袋系的 这个小小的人偶啊 在表演的是 所有系列里头呢 最精致细小的戏 那这个戏的话 你不要看它小 因为它小的话呢 道具简单 那么样子的 配乐的人也少 甚至于一个呢 这样子的师傅在那边演啊 好像耍口具一样 不但呢 老生花旦都会唱的 所以这个一个戏友出来的话 他一下子做男生 一下子当女生 就一个人才艺无数 就像您一双手 画出不同的画一样 老师的手好大哦 就是一个画作的 有才艺的手耶 今天的时间呢 实在是非常不够 我们非常谢谢郑善喜 郑老师 非常健康的 这个有活力的 有才情的老师 到我们节目现场 为我们介绍 米台三姐 也谢谢林小姐 老师祝你新年快乐 外马奔谈 明年有更多更多创作 更多展览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